在操作詞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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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難接奧兒老師的話 但是連續各位的討論 我今天想要談人權與和平 談談台灣 談談中國 談談居住症的問題 但是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講起 2013年12月的時候 阿彼大法官 就是南非的那個憲法法院的法官 他是一個政治受害者 他在因為他跟 他選擇去反抗南非的 白人政府就被逼迫 然後他加入ANC 流亡到莫山迪克的時候 他特務在他的車子下 放了炸彈本來要炸死他 他幾乎快死 他從此就少一隻手然後少一隻眼睛 2013年12月他第一次來台灣 那在這邊 有一場同性婚姻的座談 非常非常精彩 我們公視有完全的錄影 然後我們把它翻成字幕 但是 我最近又撥上我的臉書 那因為當天晚上 我相信參加過的人 都非常的記得 那單就他們談的問題 其實到今天還在 那我想要請問各位我們台灣的人權 在這個議題上 或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 或在其他議題上 我們有沒有什麼進展 如果我們今天中選會 還要針對公投 要來辯論 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或是說 婚姻是不是只限一男一女 然後你會發現 現在常常傳的 那一群組的信息 其實都還停留在 某些錯誤的資訊上面 那那些問題其實在那天 其實談了很多 那我鼓勵大家去看 但是那天其實 開場是令人感動的 因為我先講 先鋪一下 奧比大法官來的時候 他對台灣是非常有疑惑的 因為他們的印象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那他常常講一個例子 就是南非在 白人政權的時候 只有三個國家跟他們做朋友 一個是以色列 另外一個我忘記 對不起 第三個就是台灣 那所以他來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疑惑 我就說當然他聽到很多台灣人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那結果來的時候 正好曼德拉試試 所以中華院就非常好心的 就是說我們站起來 默哀兩分鐘 那因為我是翻譯 我就坐在他後面 我就看他站在台上 他因為他是政治受害者 所以他眼睛永遠是飄來飄去 他不是飄來飄去 應該講他眼睛是眼觀八方 我看到非常記得非常清楚 大家在默哀的時候 他就看著所有台下的官 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他的聽眾 然後等到默哀結束 他就說 我們在南非我們不默哀 我們是唱歌跳舞來歡慶 所以我們跟他有一點點 文化上有一點過節 但是直到他來這邊 蕭老師先站起來講說 蔡月月的故事 然後講說蔡月月是怎麼樣 因為先生跑到香港 甚至醫治者 然後因為他是先生 然後他被國民黨關起來 然後在監獄中間他跳舞 他不放棄教舞 然後講到這個地方怎麼保存下來 講完之後 奧比大法官說 我想請蕭老師來握我的右手 我非常特別的 就是會把我的右手伸出來 我在那一刻 我相信各位看到都會記得 然後擁抱 然後那整個改變 也就是說 從真正經過這些人權迫害的人 聽到真正的故事 我覺得那是他對台灣整個 印象開始改變的開始 那是一個真正的經歷的分享 我想講的是說 這個地方有它的意義 那我們今天 在這邊用思考人權問題 是特別有意義 因為我們 我們面臨一個極大的挑戰 那這個挑戰是歷史上少有的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 從民主跟和平 接續好人老師講的 1930年代的德國開始講起 那最近在居住政論問題上 我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情形 就是玩弄族群 玩弄成這樣子 台灣是他把你當作他的國民 然後發證給你 然後居然有一堆的人說 然後說生活便利要去領 那你看到他在新疆所做的事情 他可以做到真的是無下限 他可以派官員進他的家裡去陪你住一晚 然後你不乖把你關起來 不知道關多少人關多久 然後在教育中間 因為他泯捏他的文化 泯捏他的語言 讓他說我要做 我要學漢語 我要有生活計 然後大規模的監視 各位看到報道 記者報道的這樣子做 這些到底有沒有歷史上的潛力 好人老師其實跟我們講了很多 那就是在 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歐洲的領土安排 造成很多少數民族的問題 發現德國人散落在捷克 散落在 奧地利是另外一個例子 散落在其他的國家 或是歐洲人散落在其他東歐的國家 或是芬蘭人有俄國人 或是南斯拉夫馬其頓人 有南斯拉夫人在裡頭 所以這些少數的問題造成了民族的壓迫 多數的民族會欺壓少數的民族 然後不給他們政治上的權利 拒絕他們經濟上的權利 這些我們台灣人是熟悉的 我們不講 我們就是在過去國民黨所做的 外省人壓迫分成人的例子 非常非常清楚 我要請問就是從歷史上的例子 非常知道 壓迫會造成兩種結果 一個就是被壓迫者越來越極端化 所以中國的維穩論是錯誤的 他說因為新疆人想要反抗 想要獨立 想要搞武裝暴動 所以我們要安定 安定是最重要的 然後大多數新疆人都支持 這個沒有錯誤 因為越壓迫只會越極端化 它只是現在掩藏起來 它不會消失 第二個是跟和平有關 你越有種族 越有族裔的問題 越有帝國主義興起之可能 那這就是德國在1930年代所說的主張說 要把所有的德國人 統一在一個強大的德國之下 那德國人可能還有一些羞恥心 還有一些遮遮掩掩掩 至於強國崛起說要在一個中國夢 一個祖國 強大的祖國下面 然後讓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生活空間 這些都是我曾經聽過的論述 他們毫無遮掩 這個世界如何面對一個強權的崛起 它跟人權有沒有關係 第二個好的提醒就是 人權是非常脆弱的 人權非常脆弱 從歐洲的例子再講回來 歐洲經過納粹德國這種 透過玩種族族裔擴張 有德國人的國家欺負 他不喜歡的民族欺負猶太人 大規模的種族驚喜 種族滅絕 經過這種重大教訓以後 才有今天人權宣言70週年 人權宣言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一個國家在他的境內 對他國民所做的事情 不再是只是他這個國家的事情 而是所有人類的事情 每一個國家都有正當的理由可以去關心 因為如果不關心這件事情 他會擴張 他會透過其他的手法 透過帝國主義的 透過各種權力的外送 剛剛AI的朋友們講得非常清楚 他會往外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關注人權 但是正如豪然老師剛剛所說的 其實關注人權在衰退中間 因為人權從來沒有一天是沒有挑戰的 不但有族群的問題 族群在今天的歐洲問題沒有過去 各位看到比較偏右派的 極端的政府的興起 然後海外的興起 然後對於移民的問題 不但在歐洲也在美國 族群的問題 並沒有因為人權機制的建立 並沒有因為歐洲人權公約上面 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語言的保護 有這些機制 而有它沒有消失 它只是對於它不再惡化有一個惡止的作用 人權的保護的規章的規範 是一個必要的 如果沒有這些 我們不知道會倒退到哪裡去 人權在個人保護上面也是極端脆弱的 各位剛剛豪然老師說 好像這邊並沒有改政府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各位你可以看到現在 現在這些檯面上的這些競選 你就知道我們轉型爭議還沒有成功 因為他們沒有真正面對過去 他現在可以大放訣詞 表示他並不知道過去所經歷的事情 他並沒有認真面對過去那個政權所做的事情 各位就知道我們離真正的轉型爭議 真正的解放還有許多的路要走 人權機制從來就是極端脆弱而極需要保護的 那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時代 不管是居住政問題或是中國侵入 或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如果能夠提醒我們這一點 然後在國民意識上面去 讓我們去正視這一點 然後讓我們在 不管在個人或是在團體的活動 或是像今天這樣的場合 我們能夠站出來說 我們在這點上我們是不能退讓 是不能鬆懈的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惕的 看我們自己內部的人權 看我們自己在外部的主權保護 我覺得我們至少他出了第一步 那我覺得今天最大的意義可能在此 至於各位如果要討論其他的 比較實際上面的做法 我一定會在尋答的時候再來回答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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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就是已經有 好幾位的語談人跟報告人 分別提出他們的觀察 然後還有有的人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 認為的應該要解決方法 包括說從教育啊 從建立國內的人權機制啊 監替這個中國侵害人權資料庫 或者是這個把台灣當作是 這個人權捍衛者的庇護中心 或者是怎麼去拓展這個閱讀中文的人的群眾 然後怎麼樣去做國際的串聯 還有這些人權捍衛者的能力的建構 然後還有像賴律師提到說 台灣可能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的轉型是很重要的 還有可能必須要比如說是用公費選舉的方式 去對抗就是這個中國對於這個選舉的 政治獻金的這個管控操弄 包括媒體的部分就是公廣集團 是不是一個可能的重要的出入 以及澳洲的經驗 就是說限制外國人擔任國會的助理等等的這些方式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還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開放給線上的朋友做提問 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想法 想要就是做回應的話 那請可以就是盡量就是 也看可不可以控制在一分鐘或者是兩分鐘 謝謝 這一位然後再